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天我又來到中正紀念堂 來看我今年最最期待的一個展覽 江戶風華五大福祉會時展 所以顧名思義這次的展覽 是圍繞在這五大福祉會時的身上 那五大福祉會時是哪五大呢 我們要先展到這個福祉會三節 這三節呢分別為 葛氏北斋 還有喜多川歌迷 以及歌川廣眾 那四大福祉會時呢就是剛剛的三節 再加上一個東州災邪樂 而五大福祉會時呢就是剛剛的這個四大名 是再加上一個歌川國荒 然後讓我們去欣賞這個福祉會時吧 在進場之前當然要租一台導染機呀 門口呢是一個鳥居的布置 而一進去呢我們先看到四個掛簾 掛簾上的圖案正是福祉會最有名的神奈川衝浪禮 加上凱風快晴 而在掛簾的對面則是介紹著福祉會的起源以及製作過程 福祉二字源自於佛教用語指現實世界種種與社會百態 也就是虛服世界的繪畫 是一種描寫日常生活的藝術形式 其實福祉會的歷史並不算悠久 它興起於日本的江戶時代 上成日本的大和繪 下至影響西方後印象派 福祉會的製作其實和版畫有很大的關聯 一幅服飾繪的顏色越多 需要製作的刻板也越多 首先看到第一位繪師是 美人繪太斗喜多穿歌迷 其實最後一個字是日本漢字 有的人念迷有的人念魔 但其實他真正的念法應該是馬呂 他出生於江戶農家擅長美人繪 把美人繪推到巔峰又獨創大手繪 在之前的美人繪構圖 多是以少女的全身居多 不過到他這裡畫風一變 通過畫半身、胸像 圖出女性的容貌與表情 進行重點的刻畫 這種不同於傳統美人繪的畫法 就被稱為大手繪 就很類似我們現在的大頭照 再次看到的繪師 是異者繪的迷之繪師 東周哉邪樂 東周哉邪樂是一位神秘人物 真實身份不為人所知 因此也被稱為迷之繪師繪師 他活躍的時期 只有僅僅短短的十個月 但他留下的140幅作品 對後世影響深遠 被德國藝平家評為 世界三大肖像畫家之一 所謂異者就是演員的意思 指日本傳統的歌舞技演員 為什麼東周哉邪樂的活躍時期 可以精確到月份 是因為他的畫都伴隨當時上演的劇目 而這些劇目都有詳細的被記錄 因此他的創作時間就可以被確認 而接下來看到的繪師 是所有繪師繪大師中 最大咖知名度最高的一位 畫狂老人葛世北哉 2000年被美國雜誌評為千禧年百大最具影響人之一 也是唯一的日本人 葛世北哉學習過許多畫派的畫風 也換過許多名字 每次改名 作品類別的重心就會有所改變 葛世北哉曾做過幾件轟動江戶的大事 先是在護國寺畫下超大達摩像 這隔沒多久又在一粒米上畫上兩隻小鳥 為了教授學生畫畫而創作一冊北哉漫畫 被稱為現代漫畫的筆組 北哉漫畫從1814年開始創作 一直到他死後30年1878年才發表完成 漫畫一詞雖不是他發明的 卻因為他開始廣為流傳 葛世北哉傳設的作品眾多 其中最有名的要數復月三十六景 甚至葛世北哉在各地旅行以富士山為主要背景 所創作的36件版畫作品 其中又以神奈川衝浪裡最富盛名 甚至影響了范谷的心業 他出生於江戶時代中期 正值福士會大放異彩之時 他長壽地活到90歲 是當時江戶人平均壽命的兩倍 一生創作了三萬多份的作品 畫作涉獵範圍廣範 幾乎無所不化 一生的經歷堪稱傳奇 要接在大師後面介紹的 當然也不能是泛泛自備 他便是明所會的風景巨匠 戈川廣仲 原本葛世北哉的復月三十六景 是預計要畫到一百張的 但正因為戈川廣仲的原因 讓他自嘆不如 因而放棄了 其中他最廣為人知的兩大系列是 東海道五十三次和明所江戶白景 戈川廣仲的作品具有日本特色 霧哀、幽玄、孤吉、倉骨 這些能夠代表日本美學的詞彙 都能夠在他的作品裡感受到 因此也被人稱為相仇廣仲 在六十歲那年 他決定落法讓自己像個僧人 而他的離開 也象徵著江戶時代的終結 在認識最後一位大師之前 有一個五大服飾會時的年代表 以及紀念章 接著迎來最後一位大師 舞者會的貓奴戈川國方 戈川國方說明孫三郎 人稱義勇哉國方 據說他七八歲時 就已經可以臨摹當時幾位服飾會名家的作品 十二歲時被戈川國方看中 並收襲為圖 三十歲遇見一位詩人兼商人的貴人 遠州屋佐吉 他寫詩請國方替他作畫 並建議他創作水浮傳 通俗水浮傳豪傑百八人 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知名度最高的系列 當時一出來就震驚草野 因為九文龍使勁的歡運程度 因此他開始在每個梁山好漢身上 加上刺青 水浮傳象稱中藝 加上舞者會傳達的勇猛 這直接影響了現今的刺青文化 此外他也愛貓城池 竟然在畫面角落帶上貓 所以我才叫貓女 好 好的那我現在已經看完了展覽 總結一下我覺得非常值得推薦 除了動線很順暢 每位繪式的主題也都非常的明顯 不論是你對福士會有一定的了解 還是你完全不懂福士會呢 我覺得都蠻適合來看的 我原本以為我很喜歡的 可能會是風景畫這一種 但沒想到到現場一看的時候 完全就是被割穿國防的舞者會 給圈粉 但是 哇好細緻 然後就是很驚豔 然後那個舞者的張力 整個好像從畫面跳出來一樣 非常值得來看 然後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